大家想要这个涂鸦吗 是不是非常的想要 所以它要再次回归了 本次卧谈会中 官方又报了大量的信息 首先第一个就是机械师增强确定 但只是微调 第二个每日泄免角色增加 这个对新手非常友好 第三个就是你耗没了涂鸦反场 反场形式依然是平台活动形式 至于是哪个平台 到时候上线再给大家分享 千万别错过哦 第四个单恋模式正在筹备当中 以后就可以一对一甜蜜单刷了 另外部分角色会调整 并且新求生者中将会增加修机位和救人位 第五个园丁限定精疲会进行优化 那么是否会优化成玩家设计的这样 有待商劝 第六个万圣节追击音乐确定反场 第七个狂想窒息感恩杰再次上线 第八个近期会公布一个全角色强度排行榜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什么是T01234阵容了 第九个区域选择未来会下调段位 第十个入恋式盲区会进行优化 第十一个试运者也会优化 最后一个小女孩滚滚皮肤以优化完成 本周更新上线 优化效果如图 以上就是本次卧谈会的所有内容 比较重要的个人感觉就是你耗没了涂鸦的反场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想获得这个涂鸦吗